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经常对各种思维定势和社会观念所束缚 我们被教导要以特定的方式看待成功 幸福甚至我们自己的身份 但今天我们将打破这些框架 探索五种人性的深层提醒 让我们不再受限于世间的错误思维 有时候当事情不如预期 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认为生活对我们不公 这种感觉让我们将责任推给外界 寻找一个可以责怪的对象 但真相是 这种受害者心态实际上是一种逃避 我们逃避的不仅是那些 让我们感到痛苦的外在经历 更是那些引起这些经历的内在原因 每一个我们遇到的挑战 都是一面镜子 反映出我们内在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阴暗面 面对这面镜子 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逃避 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些痛苦经历中 有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我们害怕面对那些 深藏在内心的阴暗面 那些我们认为的丑陋和错误 但是正是这种面对 和接受自己阴暗面的勇气 能够带来真正的自我成长和转变 当我们开始认识到 我们不是生活中负面事件的受害者 而是这些经历的创造者时 我们就赋予了自己一种强大的力量 改变自己生活的力量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自己过于严苛 或是责备自己为一切负面经历负责 相反 这是一种自我释放的过程 一种认识到我们有能力 改变自己生活轨迹的过程 我们开始意识到 通过改变我们的思维和态度 我们可以吸引不同的经历和人生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的生活将不再是一连串被动的事件 而是一系列我们有意识选择和创造的经历 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外在的 更是深刻的影响到我们的内在世界 我们开始学会拥抱自己的所有部分 包括那些我们曾经觉得不堪入目的阴暗面 这种接受不是认同或放纵我们内在的负面特质 而是一种深刻的自我认识 一种对自己全部经历的拥抱 这种拥抱带来的 是一种深刻的自我释放 当我们不再抵抗或逃避我们的阴暗面时 我们就释放了一股强大的能量 这股能量将帮助我们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会了自我宽恕 自我宽恕不是忽略或淡化我们过去的错误 而是一种对自己的理解和艰难 一种对过去的释放 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迈向未来 这种自我宽恕的力量是巨大的 它不仅能让我们释放过去的负担 更能开启一扇门 通向自我更新和转变的道路 当我们开始这样做时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 我们不再从一个需要不断辩护或证明自己的角度 去与人互动 而是从一个更加开放 真诚和有同情心的角度 这种转变影响深远 它不仅改变了我们与自己的关系 也改变了我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我们开始意识到 每一个人都在他们自己的旅程上 都有自己的挑战和阴暗面要面对 这种认识让我们更加宽容和理解他人 因为我们知道 就像我们一样 他们也在寻求成长和转变 这种深刻的共鸣创造了一种新的连结 一种基于真正理解和共情的连结 最终 当我们开始从这个新的视角看世界时 我们会发现自己不再被过去的痛苦所束缚 我们开始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 更加勇敢地追求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 在我们的生活中 经常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 有时候 我们会问自己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答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奥 许多哲学和心灵成长的学说都告诉我们 外在世界如同一面镜子 反映了我们内心的状态 换句话说 我们周遭的人和事 都是我们内在世界的映射 当我们遇到不顺心的是情识 第一反应往往是寻找外部的原因 但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放下这种寻找外部原因的思维 然而向内探索 可能会发现更深层的真理 感谢生活中的每一面镜子 不管是一个人 一个情况还是一次事件 都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它们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些方面 无论是美好的还是需要改进的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比喻 把人生比作一个装满水的水桶 正能量 如爱 感激和宽恕 就像是水桶里的水 但如果水桶底部有洞 不管我们往里面加多少水 最终都会漏光 这些洞可以看作是我们内心深处未解决的问题或负面信念 如果我们不去修补这些洞 即使我们不断地给自己注入正能量 最终还是会感到空虚和不满足 命运或者说宇宙的法则 其实非常简单 它仅仅是将我们所发出的能量 以某种形式回归给我们 这就像是回声 你向山谷呼喊什么 回声就会回应你什么 因此 当我们发现生活中出现了不如意的事情时 最有利的做法就是回头解释自己 看看是不是自己以前的某些行为或思想造成了现在的结果 这不是说我们要对自己进行无休止的自我批评 相反 这是一种自我探索和自我成长的过程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某些方面需要改进时 我们就有了改变的机会 通过内在的转变 我们可以改变外在世界对我们的反应 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实现个人和心灵成长的方式 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水桶的比喻 修补水桶的洞 意味着我们需要认真面对自己的恐惧 愤怒和痛苦 这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它是实现真正的内在和平和满足的唯一途径 当我们开始这样做时 我们可能会发现 我们不再那么容易受到外界情况的影响 我们的情绪变得更加稳定 我们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 最终 这是一个关于责任的问题 当我们开始对自己的生活负起权责时 我们就拥有了改变一切的力量 我们不再是被动的受害者 而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这是一种极其解放的感觉 也是通往深刻的个人成长和灵性觉醒的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和接受的态度 每一次挑战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自己 进而成长和进步 这样的生活态度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加积极和有意义的方式 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所以下次当你在镜子前 不妨深深地感谢他 感谢他让你看到了自己的真实面貌 无论是好是坏 然后带着勇气和决心 深入自己的内心 探索那些需要被发现和修补的地方 记住 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那些你所爱的人 以及整个世界 因为当一个人发生了转变 整个世界也会随之改变 这是一个既充满挑战又充满希望的旅程 在这个旅程中 我们不仅仅是在寻找自己的错误和不足 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寻找那个更加完整 更加真实的自己 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探索 但它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奇迹 让我们勇敢地踏上这条道路 拥抱我们真正的自我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当我们被强烈的情绪所困 如愤怒或委屈 我们往往觉得自己与造成这些感受的人 或是截然不同 在这些时刻 我们可能会忘记 吸引力法则始终在运作 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 情绪的不平衡 就像是一种粘性的胶水 将错误的观念牢牢粘附在我们的潜意识中 仅有无条件的爱 才能溶解这些胶水 并修正潜意识中那些扭曲的印象 你可能会问 是什么驱动我们的自动反应 是我们的潜意识 而不是我们清醒的意识层面 灵性成熟的人身知 要真正改变自己 关键在于重塑我们的潜意识 我们之所以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和认可 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潜意识里 潜藏着自我价值的疑问 这种感觉让我们不舒服 于是我们会有意识的透过外在的肯定来寻求某种程度的慰藉 但这样的补偿真的能带来持久的满足感吗 或者它只是一种暂时的安慰 让我们继续困在这个循环之中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学会自我肯定 不再依赖外界的认可 那会是怎样的自由 这不仅是一场内心的革命 也是对自我的深层次探索和发现 当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潜意识 如何影响我们的感受和行为 我们就开始了转变的旅程 这是一条不易的路 因为它要求我们深入自我 面对那些可能让我们不舒服的真相 但正是这种深入的自我探索 使我们有可能释放那些限制我们的旧有信念 想象一下当我们开始以爱和接纳 取代愤怒和委屈 我们的生活将会有多大的不同 这不只是关于改变情绪的反应 更是关于转变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 当我们开始从潜意识层面进行改变 我们不仅改变了自己 也影响了周遭的人和环境 这是因为当我们内在的能量发生变化 我们对外界的吸引力也随着改变 这种内在的转变可能不会一夜之间发生 但每一步的进展都是朝着更加和谐与平衡的自我迈进的 这个过程就像是揭开一层层的面纱 逐步揭示出我们真正的自我 不再被过去的经历或他人的期望所限制 当我们开始理解并接纳自己的真实感受 而不是将它们压抑或忽视 我们就开启了自我疗愈的门径 这种自我接纳带来的不仅仅是内心的平静 更是一种深刻的自我认识和成长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会如何将内在的平和与外在的行为相协调 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基于外界的评价或认可 而是基于对自我的真实认识和爱 当我们达到这种状态时 我们不再被情绪的起伏所左右 而是能够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来观察和处理这些情绪 这就是真正的力量所在 不是控制或压抑 而是理解 接纳和转化 通过这种内在的工作 我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也成为了周围人的灵感来源 我们的内在变化发出一种无形的信号 吸引那些与我们内在状态相呼应的人和经历 进入我们的生活 这就是吸引力法则的真谛 它不是关于我们想要什么 而是关于我们是谁 我们的内在状态如何 因此当我们从内心深处开始改变 我们的外在世界也会相应的变化 这个过程充满了奇迹和惊喜 因为我们开始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和谐与连接 我们开始意识到 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旅程中的老师 每一个经历都是成长的机会 即使是那些似乎充满挑战的时刻 也藏着转化和觉醒的种子 当我们以这种态度面对生活 我们不再感到被情绪牵引 而是学会了如何与它们共舞 从中学习和成长 这种生活态度的转变 不仅为我们自己带来了深刻的满足感 也让我们成为了别人生命中的光芒 当你面对人生的挑战时 你的心态会如何影响你的反应 如果你相信自己拥有克服困难的能力 那么你的每一步都将充满信心和力量 相反 如果你怀疑自己 你的步伐将变得蹒跚 每一个挑战都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 这就是信念的力量 它塑造了我们的现实 决定了我们的成败 灵性高的人 他们选择相信 不是盲目的相信 而是基于对自我的深刻理解和对宇宙法子的洞察 他们明白 我们内在的世界与外在的现实息息相关 我们的思想 情绪和信念不断地塑造着我们的生活经历 因此他们培养了一种坚定的内在信念 相信自己拥有战胜任何挑战 疗愈自己伤痕的能力 这种信念并不是空中楼阁 而是建立在自我觉察和内在智慧之上 它要求我们深入自我 探索我们的内心深处 发现那些隐藏的力量和潜能 当我们开始这样做时 我们会发现 我们内在的资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 我们有勇气 有智慧 有爱 足以克服生命中的任何挑战 但是信念的力量不仅仅是关于战胜挑战 它也是关于转化 关于从我们的经历中学习和成长 当我们相信自己有能力从困难中恢复过来 我们开始看到这些挑战不再是障碍 而是成长的机会 这种转变的视角是如此强大 它能够彻底改变我们与困难相遇的方式 想象一下 当你以这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人生 每一次挑战都成为了一次探索自我的旅程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深入自我灵魂的探险 让你更加了解自己 发现自己未知的潜力 这种探索不是轻易完成的旅程 它要求我们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恐惧 有一粒克服内心的疑惑 但正是这个过程 使得每一次的胜利都格外甜美 每一次的进步都让人倍感珍贵 灵性高的人之所以能够在生命的风浪中保持坚定 正是因为他们拥有这样的信念 他们不仅仅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当下的困难 更重要的是 他们相信自己能够从中学习 成长变得更加强大 这种信念赋予了他们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力量 使他们能够在人生的风浪中保持稳定 不断向前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不感到恐惧或怀疑 而是即使在面对这些情绪时 他们也选择相信 他们选择相信内心的光明大于任何外在的黑暗 选择相信自己的力量大于任何外在的压力 这种选择 这种坚定的信念 是他们内在力量的源泉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